被傷口管束 宏信兇賢躺在單架上 邊哭邊大喊 胸賢情緒激動 警箱把他送上救護車 在台中捷運砍人的19歲宏信兇賢 平時住高雄 時常往訪高雄和屏東老家 2020年在高雄讀護專護理科 但目前暫停醫院實習 沒有回學校 他從二月中旬開始進入了一整年的實習 那當然在實習的過程裡面就有感受到 實習其實壓力非常的大 也造成一些情緒上面的狀況 所以其實在四月中旬的時候 有提出這個停止實習的這個要求 其實他的臉書經常分享自拍照和家人打卡合照 來年前也分享過電影觀後感 提到內容是探討殺人世界 看完有非常多思考和學習 而他在護理生加冠儀式後也PO過文 希望在有人需要我們的地方 讓我們陪他們度過 曾經嚮往成為白衣天使 如今卻成為隨機砍人胸賢 他只要停止實習以後 我想就是由家長這邊來接受 胸賢在前一天從高雄到台中入住一家汽車旅館 隔天就發生砍人事件 胸賢爸爸在屏東經營整副診所 接獲消息緊急停業 高雄市衛生局證實 胸賢是登陸在案的關懷個案 但胸賢有列管 為何從高雄跑到台州 衛生局沒有說明 而是以精神科診所院長背書 批評台中市府暴露胸賢的訊息 究竟如何搭車北上 三把刀從哪來的都還要再釐清